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上一节是把ChromeTab做了一个学习讲解 想要把这个定时任务给它写好会写 我们还得去完成各种各样的练习 你才能够真的给它做了一个了解 我们说这个定时任务它的使用流程是什么 是不是ChromeTab-e叫做编辑配置文件 编辑定时任务的配置文件写入新的定时任务 你写完了之后 并且这个ChromeTab-e还提供语法检测功能 当我们写完了之后 是ChromeTab-e查看一下自己所写的是否有问题 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 定时任务写进去 写入绝对路径 否则它可能会出现问题 并且把标准输出和错误输出 写入到哪儿 第一位Nure这么一个空设备文件当中 来那我们就来练习 练习一下它的语法 分十日月周 然后呢 命令的绝对路径 是这么着吧 是分十日月周 来那我们把他这个语法给他复制过来 来看啊 每分钟执行命令啊 是不是就是很普通的五颗星啊 咱们说星这个通败符啊 是不是代表美的意思啊 他呆在分十日月周这么一个时间段上 就代表着每分每时每天每月每周 那说白了就是每分钟啊 来再看这一题 说是每天的凌晨三点半和十二点半执行一个脚本 我们说它的叫做什么呀 规矩啊 规律啊 是不是先开始写分钟啊 你又是三点半又是十二点半啊 那我这是不是写个三十就代表半点啊 然后呢 十就是几点的意思 凌晨三点逗号啊 因为它是和的意思 那如果我说凌晨三点到十二点呢 中间是不是就写十个横杠啊 所以我是三逗号和十二点 那就是逗号十二 凌晨三点和 诶那这个十二点它指的是什么呀 是中午十二点还是 呃叫什么呀 凌晨十二点 凌晨十二点是不是应该是 我如果这么写呢 零的话代表零点 那就是凌晨十二点 我这写上一个十二呢 看来就是中午十二点 是不是啊 中午十二点 然后呢 叫做天数写没写 每天那就写上一个星 哎 后边的没说 那就是写上五颗星 是不是代表 每天的凌晨三点和十二点的半点 去执行命令啊 好 我们呢再来看 说每隔六小时 相当于六十二 十八二十四 这几个整点的半点时刻执行脚本 半点时刻是不是三十啊 然后呢 每隔六小时 我们就在这啊 写上一个星 斜杠六 就完事了 代表每隔六小时 做一个操作 然后后边没说呀 就是星星星 代表每天的 每隔六小时的半点 执行命令 好 再来看啊 每天晚上的九点半重启NX这个web service web服务啊 怎么重启它呢 是三十 晚上九点 怎么写啊 是不是 九加十二呀 二十一点啊 因为它是二十四小时值得啊 然后呢 没说就是星 后边没说就是星 重启NX呢 我们得用usrbinsystemctr绝对路径去restartNX 咱们学到 学到它的时候再去说啊 它得通过软件包管理 命令去操作 来 再来下一题 这一题啊 叫做每月的一号十号的凌晨四点四十五 执行脚本 诶 四十五先醒过来 凌晨四点呢 写个四 完事啊 天呢 每月的一号到五号写上来 十号写过来 后边没有就是星 就是代表每月的一号十号的四点四十五 执行命令 OK 再来下一题 说是一点十分 那还有规矩 十分写过来 一点整 然后 星 星 周六日 是不是就写上六 六号七就完事了呀 好的 再来看 每天的六点啊 就是下午六点到下午十一点之间 每隔三十分钟执行一次 那每隔三十分钟呀 是不是星 除以三十啊 然后呢 时间点是十八点到二十三点之间 那就十 诶 写在底下哈 十八 杠二十三 就好了 它会从晚上六点一直到晚上十一点 然后呢 行 行 行 OK OK 再来这个啊 每隔一小时执行一次 每隔一小时执行一次 看好了 是不是好比一点两点三点 那我们就写上五颗星 月 周 能行吗 当然是不行的了 你想 你在分钟这也写了一个星啊 代表啥意思 是每分钟都去执行啊 我们呢 得这么写 写一个零零 写一个零 是不是代表着 每小时的整点去操作呢 这一题啊 说是四月份的周一到周三上午的十一点 执行脚本 我是不是先写一个零啊 代表整点啊 上午十一点呢 我们就写一个十一 几号说没说呀 没说几号 就是行 月份呢 说了四月份 是不是在这写个四啊 然后周一到周三 就是一 杠三 这就代表啊 四月份的 第一 四月份 星期一 到星期三之间 然后十一点整 去执行命令 好 再来这一题 说是每天早上七点到上午十一点 每隔两小时运行一个命令 每隔两小时是吧 那这是不是写一个零啊 然后星除以二 代表每隔两小时的整点 我们去操作 哎 早上 哦 这不对了 七点 这个呀 是早上七点到上午十一点 每隔两小时运行一次 是不是啊 那我们就得这么写了 先写一个零啊 这代表整点 七点到十一点之间也写过来 每隔两小时呢 就直接在结尾写上除以二 就行了 这就代表七一点到十一点之间 每隔两小时 执行一次命令啊 这是它的一个固定写法哈 分时日月周 给它写过来 再来看这一题 每天六点执行脚本啊 太简单了 零 六 星 星 星 好 再来看这个 每周六 零乘四点 哎 这个是不是零啊 然后四 星 星 周六 咱们就把六往这一写 就好了 再来一个这个 每周六 零乘四点零五 先把零五写过来 然后呢 时间点是零四啊 然后星 星 周六 六写过来 OK 再来下一题 每天的八点四十 好 怎么着呀 我们是不是已经 找好规律了 就是四十分 然后早上八点 没错 就是星 星 星 这个就咱们就不多解释了 来 说 在每天的十点三十一开始 每隔俩小时重复一次 什么意思呀 我是不是先把十点三十一给他写过来呀 然后呢 每隔俩小时 我就在时间这出一二就得了 它就代表什么呢 从十点开始 每隔俩小时 的三十一分 做一个操作 行 行 行 好 再看这一题 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 其实行 先把零啊 它写过来 下午两 哎 没说下午是吧 那就上午两点啊 二 然后行 行 周一到周五啊 就是一 杠五 好 来 再看这一题 这一题啊 哎 我们答案这儿 好像是放了个答案是不 哦 不是 删掉它 这一题怎么做呀 每周一到周五 八点 每周一到周五 九点 哎 这个是不是先写个零 整点整 然后八点 九点 八 动号九 完事 啊 然后呢 行 行 周一到周五 周一到周五 那这个就是一看五就完事了 啊 这个题目看着还比较 吓人是吧 来 再来看这一题 说是每天的十点整和十四点整之行 是不是整点就写个零啊 时间呢 就是十点整 逗号和十六点 然后呢 行 行 行 OK 那咱们这个ChromeTab练习题啊 就说到这儿